15日 蔡英文和赖清德两人一同现身民进党中央 在中常会上对党工及中常委表达感谢 蔡英文在会中表示 在2020选举中 她虽然得到817万票的支持 但台湾民众投票有很多原因 有的当然是始终的支持者 也有很多是对未来怀抱的期待的年轻人 当然也有只是因为不喜欢对手 选择投票给我们 这些不同的原因不能被简化成 人民对执政团队无条件的支持 台湾中国时报翻文告诫蔡英文 民进党在2020选举中 仅获得481万的政党票 得票率在短短4年 就从44%下滑至33.9% 不分区民代喜事也有所下滑 这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施政无能的警讯 就民进党本身政党本身来讲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承认要再努力 但罗文嘉却在15号的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 自己在中央党部工作已满一年 目前完成了阶段性的目标 前两天她与副秘书长林飞帆 一向党主席卓荣泰口头请辞 在配合卓荣泰完成善后工作之后 就会离开民进党中央 另一方面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日前在提出行政团队总辞后 却被蔡英文未留 只是行政团队人马原班不动 蓝营民代提出质疑 直接点名台行政团队经济官员 通通不及格 还有民代加码点名台选务机关 台通讯传播委员会 跟所谓促转会 都向民进党的赋随组织 这些部门主管应该换人 苏贞昌宣称会与时俱进的进行人事变动 有台媒分析 这或许是为行政团队的调整预留伏笔 日前还有消息传出 在蔡英文开启第二任期后 苏贞昌就要交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位子 届时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或是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可能接棒 甚至蔡英文的选战操盘手林希耀 也被列入口袋名单 遇到敏感问题 苏贞昌不愿多做回应 有台媒称 苏贞昌或许是因为听到 自己可能只是临时救火才被喂留 从而心情复杂